真是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 马斯克投资持股推特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其持仓已经从大幅度的浮盈变成了本周的小规模的浮亏 根据Marketwatch对相关数据的分析 4月5日提交给美国SEC的一份13D表格显示 马斯克以36.157美元的加权平均价买入了7,312万股的推特股票 马斯克目前的持股比例为9.1% 4月25日,推特同意被马斯克以美股54.20美元的价格收购 当时以4月25日的收盘价51.70美元计 马斯克当时的浮盈为11.4亿美元 而接着到本周二,推特的股价年内已经下跌了17.6% 同期特斯拉股票下挫40.8% 标普指数同期下挫17.5% 推特的股价在周二下跌了5.55% 收于35.76美元 这创下了3月16日以来最低的收盘价 自4月25日,收于51.70美元的高位以来 该股价已经累计下挫31% 这意味着,以周二的股价计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